近日,一位网友向某博主晒出多张聊天记录,爆料演员明道骗自己方案不给钱,多张聊天记录中详细公布了二人交涉的全过程。 当事人称自己是某公司的员工,其所在公司曾于12月中旬承接过明道及他的品牌合作邀约。 据他所述,自己在给到策划方案及脚本后,明道方却迟迟不结账以及不落实合同。 一直到前两日,当事人在明道账号中看见了自己提供的方案被实施拍成短视频内容,这不免让当事人怀疑自己被骗了,毕竟明道方发布的那条视频内容与自己提供的方案几乎一样。 他先是晒出自己与明道方合作的聊天记录,聊天记录中有当事人发送给对方的视频脚本,以及对方的沟通,用来证实双方的合作关系。 随后他也与明道方进行了沟通,在他晒出的聊天记录中,当事人指责对方用自己的创意去拍视频,这种行为是在骗稿偷创意,称他们这种行为不齿。 但是对方却失口否认,并迅速删掉了此条视频。 当事人还表示自己给对方的报价很低,仅仅只有5万多。 说起来5万,其实对于明道而言并不是大钱,毕竟此前他的一场首秀直播就捞金1700多万,仅仅花费8小时成交金额将近2000万,可以说是战绩斐然,带货能力比得上许多。 值得一提的是,最近张婷夫妇公司风波闹得沸沸扬扬,明道作为张婷公司的合伙人难免受牵连,而恰好当事人此次为他明道做的策划方案,便是张婷专门为明道创立的化妆品牌。 当事人还称,明道方对接人找到当事人要求删除关于骗方案不给钱一事的截图,但是当事人一口拒绝,因为对方并没有给出骗方案的回应,他还提出要求明道方致歉。 目前明道方并未做出回应,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我们并不清楚,但是作为吃瓜观众大家还是要理智看待,不要随意乱下定论,希望双方可以给出一个真相。